我亏损了百分之二十 损失不小呀 所以我想挽回 恐怕要挪用更多的资金 很困难啊 我想出售产品 这是什么 工作宣传 你现在什么事都瞒着我是吗 我怕你不同意 收手 绝不 我离开以后会锁住一些资金 是最后的保证 外面 已经打好招呼了 不干一单大的 之前的操作 钱都回不来 明天会有大手臂投入 三零四四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 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再把伤口崩开 我没事 女儿回来了 我高兴 躺不住了 我知道 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今天 让闺女陪你聊吧 我睡客吧 今天见到孙女了 有什么感觉 没感觉 就是感觉自己老了 你是老了 就是不要放老糊涂就行 我要再跟女儿较劲了 要不 我就跟女儿去美国了 让你一个人过得了 服了 服了 我苏云南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陈晓婷闹喳喳 行了 我这儿还有事呢 过去吧 行 那你忙吧 早点休息 去吧去吧 你慢点 行 你忙吧 喂 三零四四 三零四四 明天这只股票会有大动作 消息准确吗 同一个人告诉我的 应该没问题 那就妥了 这几次都是准确的 但是 通过我的观察 这只股票 最近的交易量比较小 如果我们想投资这个股票的话 相对资金会投入很大 红月也会投入大量资金啊 那万一 我们失败了呢 那海上就完了 哥 要不别犹豫 我想拼你吧 我说呢 怎么最近他们的动作 跟我们这么同步呢 你确定 你跟正华说的是三零四四吗 是 我确定 好 那 你帮我谢谢他 好的 我 我按你 起屁股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对于今天的走势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了 本以为南海这只股票已经回身无望了 却忽然有了起色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南海是一家相对稳定的公司 但是近两年来 我们发现它一直没有一些突破性的经营发展 让之前出现的很多问题 让很多的股民都是牢牢的套住了 然而今天的起色可能是3044这只股票带来的功劳 您说的3044是南海旗下的分支公司吗 根据数据显示 这是南海旗下的新型企业 而且近两年来可以说混的是风生水起 这只股票的拉伸对之前南海股票的一些持续低迷 应该会产生比较好的一些影响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早上开盘还是一路飙红 到了下午几乎是满盘结束 这只股票可以说是最近几个月最富有戏剧性的股票了 看来南海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 不知道有多少家公司会因此受到损失 所以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不要太过投机 严格止损才有保障 无法摆脱自己的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兴不起来 也是啊 毕竟是自己带出来的徒弟 不 不只是这么简单 这里边有见聂元 之前是我亏欠他父亲的 现在我又亏欠他的 这辈子怕是还不完了 这里边的缘由 我就不太明白了 你不用明白 你只要明白 我是真心是以为他好就行了 普通人的日子 才是真正快乐幸福的日子 是 不过托您的福 我就挺幸福的 您 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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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在吗 对不起 徐总已经出去了 那孟昭时呢 孟部长 孟部长 都成部长了 您是 我是他们的老朋友 我姓宋 不是 您提前预约了吗 孟部长 孟部长 有人找你 董事 这地方不错 风水很旺啊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看看 看看那些当年的印钞机 现在是否马力还强劲 你谁啊您 这位是红领的董事长 我以前的老板 哎呀 看来徐峰是真不在呀 他现在胖了还是瘦了 精神状态怎么样 好着呢 就是太忙了 谢谢您关心 好啊 那 孟部长 我就不打扰了 那我就不送了 别送了 别送了 太忙了 我说 好了 陈秘书 回去马上进行核算 看看 用我们的股票做值押 我能拿到多少钱 好的 喂 薛峰在哪儿 你看他了吗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我刚把他送回家 回家了呀 那行 我过去找他 姐 我觉得 这两天你就让他自己安静一会儿 也许睡两天就好了 知道了 在古市有核印钞集成号的海峡上 近日再次逝离 很多顾民纷纷失望 而海翔的主公司海翼集团也传出 可能会让海翔私募暂停业务 重新整顿 目前海翼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 董事长 这一份是您要算的质押金额 这一份是银行的回复 那我们这几次操作 这股票还赚了 不过董事长 您要做股票质押 会不会风险太大了 没有风险能有收益吗 您说得是 不过 要万一这个咱们投资上去 哎 小李啊 你是跟我有几年了我就问 零四年我就跟这年了 零四年 会有着 论年头也该提一提了 谢谢董事长 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想让公司其他的人 知道我的这件事 所以 我的意思您应该明白吧 明白 董事长 您放心 另外啊我 进来 董事长 凯拉科技的何总在会议室等您 好 我马上过去 好 好 我马上过去 何总您请先等 董事长马上就来 好 谢谢啊 好 好 那天 好 谢谢 您讲 咱们贵公司的茶可是不错 当然了 何总光临准感怠慢 考虑得怎么样 是这样 董事长 如果您要全部买下我们的项目 恐怕还是不太合适 不过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和您合作还是比较好的 毕竟我们凯拉科技也是要上市的嘛 就是说 让我来投 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需要一个合理的价格 说说看 一个亿 价格太高了 我接受不了 董事长 我希望您能了解 我们这款人工智能项目的估值 过亿是不止的 它的回报可不仅仅是十亿 二十亿那么简单 不瞒何总 现在我们洪远 是特殊时期 实在是拿捕出了那么大一笔数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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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的意思 当然 我希望您能明白 我们开发这个项目 耗费了巨大的成本 嗯 我了解过 所以 我想事成之后 给你分成 多少 百分之五 那这样 我们一口价 八千万 事后还要百分之五的回报 我 我 何总 你这样谈的话 那比我头一个亿还多 宋总 希望您能理解 我这边是真的非常为难 八千万 最多 给你百分之三 那我们就这么定 好 那 我们相互给几天时间 让律师拟个合同 没问题 董事长 我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 你好意思回来嘛 那么多钱赔在里面了 你让我们怎么活 啊 谁呀 赖在里面了 你还不相信 我好 我好 不知 我好 你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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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Une 你 您好 海祥四目 喂 您好 我想查一下账户余额 把您的账户话跟我说一声 看 是783125 萧飞 您稍等 您的账户余额金额为零 您的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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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和宋明南谈的怎么样了 那边让你尽快把合同准备好了 合同就在说的什么 哥 怎么想起下棋了 你还记得肖剑吗 那个警察 好像有点印象吧 你可把他得罪得不浅 能跟我下棋下成死局的 他是第一个 哥呀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情在这下棋 你有那时间不如想想怎么哄哄陈欣姐 说到你心里去了 陈欣在我之前进的宏远 这件事 我不想把它牵涉进来 你说得容易 哥 你现在把你的全部都堵上了 你这么做值得吗 一通知 你也不想去吧 你不想去哪儿 我做饭去哪儿 我做饭去哪儿 好 我都不想去哪儿 好 你的话 我去哪儿 然后去哪儿 我剩下了 我去哪儿 回�我做话 你可以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见月月到家呀 你在哪儿呢 在单位 回来的时候记得把月月的新书包带回来啊 我不回来了 我 我跟老张今天约了打麻将 那也不能不回家呀 知道了 晚上你给月月做点好吃的 你这话说的 我还能亏待我女儿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先不说了 我还能帮你吃的 我还能帮你吃的 你再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本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公司之间的战争 但是战火却烧毁了许多像肖飞一样的普通人的家园 甚至是他们的生命 这让肖剑更加坚信 当初他选择经侦是有意义的 诗慧 师傅 你这眼睛怎么了 看绝宗看了 眼睛有点累 好 送一点出狱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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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